张继科日本公开赛获南丹亚军,虽然输了但是真的让人感动和骄傲,2018国际平连世界群毁赛中国公开赛在深圳继续进行,南丹正在首轮焦点站,张继科迎战日本的张本之和,连输四局0-4被横扫,连续两战比赛首轮出局,四局比分为8-11,3-11,8-11和6-11,发表一下您的看法。 底库都快输完了,马龙和张继科同时输给对手,而且2-0领先输球,这是不是说明了乒乓球也是需要好教练的刘国梁一退,下滑明显,在东京还有女的给张继科喊加油,我很欣慰虽然输了只要调整一下东京奥运会,带上张继科,也未尝不可不二很狡猾。 感谢观看